柴犬是猎献犬吗? 其实柴犬并不是猎献犬 但很多人可能在印象中感觉到 柴犬好像是喜欢渣渣乌乌的 好像是喜欢对陌生人叫的 或者是好像喜欢和其他的小狗狗进行打斗的 但其实我们要去知道 猎献犬大部分都会有主动攻击的一个意识 而柴犬并不存在 他们大部分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因为他内心性格上一个巨大的缺陷 就是胆小没有信任感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对陌生人好像是比较警惕的 会很难让陌生人能够触碰到 甚至会对陌生人有一些滋味的保护行为 但是如果时间接触的久了 或者你作为陌生人 经常跟他轻声细语的去讲话的话 你会发现只要他能接受你之后 他对你的信任感仍然非常足 然后对其他小狗也是一样 大部分都是玩傻 少部分的时候 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一个猎犬的一个性格在里面 所以他可能会更喜欢用牙齿去跟人家打招呼 所以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正确的理解他这些行为之后 并且在平常思想上的时候 多注意观察和多注意保护他 那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会成为一个困扰 所以他并不是烈性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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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嫌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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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